小子,今天叫你过来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老师你说 我决定让你当纪律委员 不了吧,我没有这个打算 哥斯拉,我不想看见他们,给我打 等等,你为什么不想当纪律委员?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肯定是想让我天天上课 我现在只想玩电脑,给我揍他 还想用纪律委员来困住我 不说了,先去密室里面躲一会 大夫,最近又发明了什么新东西 这是最新型的机架,为你比高大还大 那等你研发好了,我可要先买一台 这是自然 我的密室在这里面,这个沙发不能下去,下面都是陷阱 又是你这个可恶的哥斯拉 去你呀的 老师来坏我的好事,他好像往那个方向跑了 哟,小大夫 你他妈的看什么啊 没想到大夫竟然会变身 还有这个高达,是什么来头 等等,我刚才看见了什么 原来,这有一条密道 看样子,他在这里面躲着 先去沙发下面看一下 什么人,竟敢宣传我的灵地 怎么,我班长想去哪就去哪 用得着向你汇报吗 真是一群不自量力的东西 应该就在这里面躲着了 打开开关,看来他就在这下面了 另外一个,等会再去 没想到又中计了,那肯定在这下面 看来班长已经追上来了 这是一只传说中的雷鸟 不过现在还没有制作完成 自排的后面是班长最喜欢的朋友 从这里走才是我密室 在这个地方给他准备一个惊喜 他一下来就会掉进温泉里 这个开关也是不能碰的 不然就会接受炮火的洗礼 加速通道后面也是陷阱 我的密室在那个小房间里 现在他就发现不了我了 这附近应该还有隐藏起来的通道 果然,被我找到了 怎么有一只鸟 看来,又是一个模型 凭着东西可吓不住我 去沙发下面看看 他肯定在这里面躲着 应该是从这走了 还好,我反应及时 先拉一下开关 好像没反应 看来只有最旁边的门了 这次一定要抓住他 什么情况 怎么还不让我过去呢 去沙发下面看看